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周比畅大访回应整容经历,本想照着杨幂整,结果整成了杨子刘诗诗 随着时代发展,一美已经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普通人来说,原始样貌才最尊重父母 但爱美人心人人皆有,尤其是娱乐圈中的艺人们 他们对自己的容貌永远都不会感到满意 因此,圈中才会出现这么多对失散多年的双胞胎 快乐女生中除了李雨春之外,周比畅也非常出色 大家都知道周比畅的颜值并不高 虽说歌手不靠脸蛋吃饭 但作为女生,她必须要有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 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美就完了 我们第一次见到周比畅时是在一档选秀节目中 她戴着黑色眼镜框,留着短发爆炸头 她很顺利地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出道第二年就发行了个人专辑 并且在影视剧中也能看到她的身影 快乐女生中知名度最高的就是李雨春 周比畅和张亮影 周比畅李雨春二人一直以中性风格示人 然而张亮影成功出道后就走起了预解路线 周比畅的歌曲虽然传唱度不高 但她的演唱会依然人山人海 如今周比畅早已不是那个假小子了 换上女装后,可以说秒杀半个娱乐圈 在一期专人采访中,周比畅大访回应整容历史 她为了转型专门跑去国外整容 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周比畅 许久没有周比畅的消息 再次出现在大众视线中时 大家对她的改变产生了很大疑惑 原本以为周比畅会像其他人一样避而不达或者极力否认 没想到她却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整容经历 她说,本想照着杨幂整,结果整成了杨子刘诗诗 整容后的周比畅穿衣品位越来越女人了 看到她的转型,网友们不仅没有对她进行舆论攻击 反而纷纷为她的坦诚点赞 大家喜欢这样可爱的周比畅吗? 欢迎评论 02央视跨年晚会节目单 王源和尚文杰合唱 张艺兴和李孟肖合唱 2021年12月31日晚 央视也举办了一台跨年晚会 是录播的 所以可以请到很多大排明星 因为不会占用他们很重要的跨年档期 主持人是任鲁裕 这次不搞人海战术了 一个就够用 央视的这台晚会 最大的特点就是合唱 很少有歌手独唱 能在央视晚会独唱的歌手 第一需要唱功很好 第二需要被央视力捧 那我们就先说有资格独唱的歌手 首先是周深 他独唱《你要跳舞吗?》 其次是李雨春 他独唱《轻浮》 再次是李荣浩 他独唱《少年》 然后是孙楠 他独唱《如愿》 最后是谭维维 他独唱《追梦之路》 这五个歌手中 除了李雨春没参加过歌手 另外四个都参加过了 李雨春以帮唱嘉宾的身份 参加过歌手2020 帮助华晨宇获得了冠军 参加过歌手的歌手 不管最终成绩如何 都会提高自己在乐坛的地位 歌手这个节目在业内的地位很高 没想到湖南卫视竟然会停播这个节目 除了这五个人 还有以下歌手参加过歌手 迪马西 肖敬腾 袁亚维 胡夏 刘雨宁 郁可维 蔡承玉 荣祖儿 尚文杰 周笔畅 值得一提的是 周笔畅 尚文杰 谭维 谭维 寓可维 环都参加过 超级女生或者快乐女生 芒果台选秀太强了 我们再来看流量明星的节目 陈奕和周笔唱和唱春天摇 这应该是陈奕第一次参加跨年晚会 韩庚和宋奕和唱 山河万里之为你 韩庚曾经是爱豆 现在的流量不高了 王家尔和尤长竞弹剑刺合唱青春乐起来 王源和尚文杰合唱穿过寒冬拥抱你 这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 陈伟霆参与了一个微视频短片的拍摄 张艺兴和李梦霄 葫芦同声合唱团合唱 我有一个梦 刘雨宁和关小彤合唱跨越 这台晚会还有一个特点 有很多参加过乘风破浪的姐姐 披荆斩棘的哥哥追光吧 哥哥的选手 参加过乘风破浪的姐姐的选手是张雨吉 玉可为 周笔畅 荣祖儿 参加过披荆斩棘的哥哥的选手是 严程序 刘端端 参加过追光吧 哥哥的选手是 胡夏 迪马西 谭剑刺 讨论 你会因为谁而看这台晚会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